同学们好,我们今天来讲一件非常修身的女士毛衣裙 你看,它是长的,看出来了吗? 而且中间的这一组花纹啊,是一组显瘦型的花纹 两边是反针,中间是正针 整体给人的感觉啊,这款非常有创意 看到它的袖子了吗? 好,我们现在就来介绍它的一些具体情况啊 这款作品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一部编织图书的 这一页 非常漂亮的一款,穿着效果也是非常非常的赞 风笔也有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介绍它的相关的编织方法 这款作品呢,采用的是纯羊毛的粗线完成 毛线和针之间的关系是这样 纸针六号纸针 粗线如果从中间碾开,它是由四小股毛线组成的 每一根粗线它的直径是2.5毫米 纸针六号纸针 好了,我们现在来看它的具体情况 这款作品采用的毛线数量是一斤五两多 一斤五两多 好了,我们现在来说它的编织方法 它是采用环形着的编织方法啊 从底边裙摆位置就环形着一起向上织的啊 你看,我们省去了后期编合的麻烦 好,那这一位置,整个的这一部分啊 你看,是这样的一个贝壳形的花纹的效果啊 那么它一共起了多少针呢 总体一共起了180针 织的什么花纹呢 贝壳花纹啊 那么贝壳花纹是怎样织的 大家看啊 贝壳针 同学们直接截下图就好了啊 这光线可能是 我只能这样斜着啊 大家那个量解一下 好了 贝壳花纹 起了180针 向上织了一个完整的贝壳花纹就可以了啊 你看,由于花纹的特点 它上面的这两行 这两组啊 锁链针 就变成了什么?就像海浪一样啊 拥过来这样的一种效果啊 看上去非常非常的有特点 好 这一部分的贝壳花纹啊 这一部分的贝壳花纹啊 我们往返 我们环形向上 一共给它织了5厘米 5厘米刚好是这一组完成 好的 完成好之后呢 我们就将整体的花纹给它改织了 这个鲤鱼针 你看 这个用的花形啊 都非常有意思啊 鲤鱼针在这儿 同学们自己截图啊 就是这个花纹啊 那么鲤鱼针也是180针啊 我们环形环形向上 一直将这个鲤鱼针向上 织了多少厘米呢 我们看 一共织了22厘米 环形着啊 从这儿完成第一个之后 改它之后呢 织了22厘米 好了 完成22厘米之后 我们就要给它在总的帧数这儿 180针做一个调节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 这个位置了啊 到这儿的时候 总的帧数180针 如果织长正深的话就有点太多了 所以我们要对它进行减针 我们要将这一整圈180针均匀的减至138针 明白了吗 有东西说怎样减呀 很简单啊 你把180减至138 得出来的数啊 用180除以一下 比如说你得出来的是5 那大概就是相隔5针左右啊 注意了我说的是左右 5针左右 然后干嘛 两针并在一起 记住了吗 好 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将总针数给它 剪着了138针之后 我们环形向上按照 花纹继续织啊 它前后都是相同的花纹 看到了吗 我同学说了 哎呀那这个花形怎么样操作呢 首先来说 这一部分啊 我们需要给它按照排花来织 中间这组花纹 中间这组花纹叫月积叶针 看到正身排花几个字了吗 大家直接把这张图解下来啊 左右各38针 反针 31针的月积叶针 分别在正身和后背的部分 好 那么 月积叶的这个针法是怎样值的呢 下一个视频我详细为大家讲解 大家准备好截图啊